欢迎回来,这里是彭哥谈健康 有许多朋友很少吃鸡蛋 就是因为害怕胆固醇 更让人惊讶的是有的朋友吃鸡蛋 但是蛋黄得扔掉 你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啊 你认为胆固醇真的对人体有害吗 当然不是 胆固醇不仅无害 还是人体健康的必需品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胆固醇 首先你一定要明白 即使你不吃任何胆固醇 你的身体也会制造胆固醇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身体自己可以生产80%的胆固醇 另外的20%是从食物里面获取的 我们的身体是需要胆固醇的 如果你吃的少 它就生产的多 如果你吃的多 它就会生产的少 所以饮食里面胆固醇的多少 其实是和血液里面的胆固醇水平没有关系的 而且人体是高度精密智能的机器 它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怎么会生产对自己有害的物质呢 那么为什么人体要制造胆固醇 因为胆固醇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像你家房子里面的砖和水泥一样 它们变成了墙面变成了柱子 一个一个的房间组成了高楼大厦 人体里面一个一个的细胞组成了人体的不同的组织 所以人体的每个组织里面其实都是有胆固醇的 你觉得人体最重要的组织是什么 是大脑 大脑里面含有最多的胆固醇 胆固醇可以保护大脑的细胞 并且促进神经信号的快速的传播 让你的大脑保持正常的运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旦我们到了80多岁 研究发现胆固醇最低的那些人 患痴呆症的风险的概率是最高的 而且我们的身体有许多的激素 也是由胆固醇合成的 例如膏丸激素 磁激素 它们还可以被叫做肋固醇这一类的激素 如果说没有足够的胆固醇 那么你的身体就很难制造出这些激素 当我们消化脂肪的时候 我们需要胆汁 胆固醇就是胆汁的原材料之一 没有胆固醇 那么就没有办法消化脂肪 也没有办法去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当人体的组织受到损伤的时候 无论是外伤带来的急性炎症 还是疾病带来的慢性炎症 人体必须要修复它 就像你们家的房子 墙面如果说破了一个洞 漏风了 你能不补吗 胆固醇就是修复细胞的材料 它在伤口的愈合 血液的凝固里面非常的重要 这个时候 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会增加 这一切都是为了修补损伤 而且当人体遇到压力的时候 身体也会准备更多的胆固醇 这么做就是为了即将可能到来的损伤 做好准备 就像一个国家 在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发生灾难 或者是战争 那么就需要提前储备 调运 战备物资 我们日常所提到的那些好胆固醇 坏胆固醇其实它们都不是胆固醇 前面说了 由于人体需要胆固醇 但是胆固醇它是脂肪这一类的物质 它是不容于血液的 人体的血液没办法运送胆固醇 那么这就需要运送胆固醇的传 这个运送胆固醇的传 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好胆固醇还有坏胆固醇 它们实际上是脂肪和蛋白质的结合体 把胆固醇从基地送到目的地的船 叫做低密度脂蛋白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 把闲置的胆固醇从血液里面 或者是从细胞里面回收到基地的船 叫做高密度脂蛋白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胆固醇 这些船执行运送胆固醇的工作 你觉得它们都是随意的吗 就像毛路上的车 你觉得它们都是在随意的行驶吗 它们没有任何的目的吗 当然不是 当我们到风景区去游玩的时候 会有接送大巴 客车把客人从客运站送到风景区 我们会说这个客车坏吗 游客游完了之后 客车会把旅客带回客运站 我们会说这个客车好吗 所以人体的细胞受到了损伤 胆固醇被从基地里面运送到外面去参加修复 那么这就是坏吗 当胆固醇被高密度脂蛋白回收过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好吗 当然不是 这一切都是人体的安排 都是人体的自动平衡 和好坏完全没有关系 就像你看到食物的时候 你会流口水 你紧张的时候血压会升高 你睡着的时候心跳会减慢 你有一个小伤口的时候会流血 然后再止血 除非你认为自己这个身体这样干 是非常愚蠢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胆固醇不好呢 仅仅是因为有人心脏病发作了 血管堵了 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胆固醇吗 我在前面说过了 胆固醇是用来修复细胞的 修复受损伤的组织的 这一点是公认的 所以一旦血管出现损伤 细胞出现损伤 那胆固醇肯定会在那里出现 我们的身体是智能的 身体不会乱做这些事情 就好像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 我们会看到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出现在现场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我们需要消防员来处理火情 紧急救援 因为需要警察来调查事故的原因 因为需要医护人员来急救这些伤员 你会认为是这些警用车辆导致的交通事故吗 当然不是 他们是过来处理问题的 所以你不能因为在现场发现了胆固醇 就认为胆固醇不好 因为你明明知道他是过来处理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研究上面说 胆固醇和心血管疾病相关 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有因果关系 我们再说一说 现在降低胆固醇的治疗 我们许多人由于害怕风险 认为LDL越低越好 但是低水平的胆固醇风险会更大 因为人体不能去修复损伤了 比如我们现在是吧 大面积在使用的他丁类药物去降低胆固醇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他丁类药物会阻止肝脏 会阻止肝脏产生必要数量的胆固醇 它会干扰人体的自主平衡 让需要的胆固醇没有办法到达损伤的部位 这就好像在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 我们人为的设置了一个卡子 一个路障 我们不让消防车通过 不让警车通过 不让救护车通过 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出现在现场了 如果这样的话 事故就永远不会被发现 永远不会被救援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解决方案很荒谬 放任真正的问题不管 而去干扰人体的平衡 没错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干的事情 那么如果说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这些只是一个指标 如果说我们并没有什么好的胆固醇 或者是坏的胆固醇 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真正的问题其实就是炎症 这会对身体造成损害 然而炎症的数量也是平衡的 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其他的一切 都需要保持平衡一样 但是当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过度的炎症的时候 人体就会产生过度的修复反应 如果血管里面过度损伤了 持续的慢性炎症 就会刺激低密度脂蛋白 运送胆固醇去不断的修复 然而人体的平衡是有一个限度的 超过了可以调节的限度 那就会失去平衡 血管里面的细胞没有办法处理 过多的炎症和低密度脂蛋白 而且低密度脂蛋白也会被炎症破坏 并沉降在血管里面 然后血管里面就得到了过多的斑块 所以呢 真正的根源还是炎症 导致炎症的主要原因就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还有过敏源 现代的穀物还有奶制品 是排名前两位的最常见的过敏源 尤其是我们现在吃的那种小麦 因为面筋没有办法被人体很好的消化 而且它们还会破坏肠道 所以说如果你想减轻炎症 很显然你需要减少糖分 减少穀物 并减少可能让你过敏的任何其他的食物 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吃草寺的动物 野生的鱼类 有机的蔬菜和水果 这是有利于减少人体的炎症的 那么说到最后 如果你真正了解到这些原理 你会明白 生活方式干预才是最合适的做法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所谓的高胆固存其实不是个问题 只要解决根源就可以了 但是呢 对于那些胆固存水平非常非常高的人 他们往往有遗传缺陷 他们无法自动平衡身体里面的胆固存 他们才是真正需要治疗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家族性高胆固存血症 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那这个疾病的发病率也是很低的 而且这个问题也不属于今天讨论的范畴 那么到这里的话 今天的内容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你可以关注我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你也可以转发给更多的人 最后让我们一起为了健康而努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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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